前夫哥曾世系逐一转世子一角,措施原因竟是这网友,也可能是因为投胎大雷佳英。 1983年8月29日,出生于辽宁省安山市,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。 2004年,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江湖俏佳人》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入圈以来,虽然也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,但都不温不过,直到我的前半生出演那会让人歪气不幸怒气不争,很讨厌却又恨不起来的陈俊生一角,而被广泛熟知。 任宋万号前夫哥,在最近的某个采访中,雷佳英表示曾和李光杰世系如意转世子一角,最终李光杰面世成功。 雷佳英一脸怨念,他表示因为李光杰是公司股东之一,因为这个角色戏分不多,迟迟看不见世子出场,有网友笑称世子是网片。 直到播出李光杰终于扬眉吐气,如果是前夫哥出演肯定不受网片这么简单了。 嘉妃回忆道,第一次见到世子时,我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了,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看的笑容,小编在想到底是什么,这样的笑容让嘉妃如此念念不忘。 难道是这样的,网友笑称,看样子前夫哥错失角色是有原因的,这是头太大戴不下世子冒了,毕竟正确的打开方式,是下面这样的,一个角色无论谁出演,谁获得了,谁失去了。 只要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安排,雷佳音这个东北一米八十三的大汉子,找得了库,卖得了门,哭得了惨,装得了逼,戏路也得很。 小编希望整个笑起来渐渐的,正经起来摔摔的,老男孩,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,越走越顺,更多娱乐精彩推荐,请关注求姐求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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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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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